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我们出发了 我们到温哥华市区一日游 早晨我们来Queen Elizabeth Park 然后我们去Stanley Park 从Queen Elizabeth Park 我们要看温哥华的全景 然后Stanley Park 我们想看看纪念张国荣的那把椅子 然后我们要去到Downtown那边 去Gaslamp Clock 然后去Canada Place 最后我们要去一趟Fisherman's Wharf 去买海鲜 买了海鲜回家煮着吃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 温哥华曹姐的脱口秀表演 下午我们还约了她一起聊天 一起做节目 即昨天跟你妹会面之后 今天我们要跟曹姐会面 所以更加期待 希望一天比一天精彩 紧不紧张 小紧张 怎么还小紧张 因为曹姐更加的成熟老练 这边冰度的这边 不在在远处呢 在那边呢 你觉得那些高楼 应该是Bernaby吧 看看 这边是单上了 这边是Bernaby 我可以看住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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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克林顿你都在这吃 不老实介绍 这个是克林顿在这吃过饭的餐厅 我上一次来在这吃了一餐 但具体吃的什么不记得了 和谁来的我是记得的 对对对 这还有一个旋转木马 不知道在哪 这个花园的设置跟维多利亚岛上的Buchard Garden的设置很像 很像 我不知道这是 是不是一个师傅做的 都是这样的层次 然后中心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步道 明天我们去维多利亚岛给大家看看那边的花园 那边的花园修的应该更精致一些 这是什么以前 以前对以前没那么多 这一片 以前没那么多 现在都是新的 Cambi 走甘比街 这个算当趟吗 这当趟吗 温哥华当趟 对对对 这好像没有我们那边当趟 这个路就没有那么好走 因为这边没那么多大公司 看楼顶上种树 没过吗 Urban Garden 当年有一阵子很流行Urban Garden Cuba 那我看说也有一个Condo是这样子的 是吧 它是一层一层斜角 贴盖配色这样上的 对对对 然后每一个客户都有这些Garden 人家是头顶上有头发 对对头顶上有头发 有草 而且这几根头发 那个眼神 那个我们去意大利那个Numba 那有一个房子像一个烟囱一样上去 也是种着一棵树通道上烟囱 我们到这儿呢找个地儿把车一趴迟迟走走逛逛逛 来吃东西了饿了 吃东西了饿了 吃东西了饿了 新链照载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也有 来个温哥华讨仓 对啊 正好说一句 录下来没有 坏了看到没有 吃了我一块钱不给我了 然后呢 钱不吐了 还钱 哎哎哎 我还钱 关键 我还钱没问题 让我们免费派对 哎走吧 不要 花了一块钱 这里是Guestown Steam Club 前面就是那个Steam Club 我前面把温哥华的Guestown 和San Diego 圣地亚哥的Guestown Quarter 搞混了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都是一个是没有登街角 那个是圣地亚哥 温哥华这个叫没有阵 Guestown 然后像这种繁忙的地方 比如说温哥华的Guestown 纽约的Mahatton岛 San Francisco的Downtown 这种找不到地方停车的地方怎么办 教大家一个窍门 找找当地比较好的酒店 然后呢 直接把车丢给酒店的Valway Parking 他要是问你的话 就告诉他我来吃饭就可以了 好 行 我跟他说 好 行 我跟他说 好 行 我跟他说 目前为止 甚至不说 男一弟 Enjoy 这个地方 就这是怎么办 非常好 有没有 有没有 特 Product 感觉吗 挺好 是不是 这里很有 还有娃力 對沒有外的 就當唱的 海邊 這怎麼還飛起來呢 他死了嗎 水上飛機Victoria有在做 可以觀光Victoria 他們商務就從這做 水上飛機就去那邊開會 這個就是Canada Place 這裡有一個四地影院 可以看加拿大的風景 坐在一個影像 在Canada Place的對面 找了一家不知名的餐廳坐了下來 看著海灣 看著Canada Place 吃個午餐 就差不多 Tuna和Sesame Miso Sauce 有飯 它就是Tuna是吧 沒有別的魚 沒有別的魚 其他的都是雜菜 跟飯 我覺得這個 有菜有魚有飯 你也這個了定了 所以你們的滷肉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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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對 對 對 鞍鞭 这个的后面又来一个,大家排着队来的 这个开枪的我来第二个月来,都快 我们点了一个叫pacific bowl,其实就是三文鱼的poke bowl 就是菜叶子拌三文鱼,带点米饭 有点中饰啊 这个就是最近北美很多餐厅都会做这个poke bowl 对,韩国人管这碗叫chirashi lunch,chirashi 美美人叫poke bowl,我也不知道 后悔了,我的天 面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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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ato 意大利冰淇淋,肯定是好吃的 要了一个pistachio的,开心果 那个是非芝麻的, risotto 这个是本店招牌,arckbar 哪个好吃啊 啊 耶 哦 还是黑芝麻 怎么吃 这是我一个 这是一个我没有吃过的冰淇淋口味 什么味道 长了四十岁了第一次吃这个特别的 这叫什么阿克伯什么什么什么 后面那单词我也不会念 里边有啥 他说一下都我没听懂 因为好多可能是意大利语单词吧 但是我知道这里也有开心果 开心果 对 我觉得有奶味儿 然后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果子的味道 快闪 快闪还没来鱼呢 对我们自己小时候一站在那儿 他他不会来包的人 警察警察来了 我帮你对吧 真会想喝 真会想喝 没有去史丹利 直接来到了Fishman's Wharf 这个地方叫Stevenston 我想看看这个Fishman's Wharf 跟三番的旧金山的Fishman's Wharf 我们到这儿来买点海鲜 买点海胆 买点牡丹虾 买点鱼 希望能买到最新鲜最新鲜最新鲜 我的海鲜 去看海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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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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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这个待着我就是住了一段时间 我其实是想在这顶居的 我的社会保险号码都是温哥华这边的社会保险号码 那时间不长一个来月两个月 一个来月然后你住哪儿当时 我当时住在 我当时住在Richmond 这一片应该是 刚来还不熟 并不是很确定自己住在哪 然后呢 然后我在美国的那个时候工作的公司的老板 就说让我们去多伦多开店 他投资吧 现在新冠有个机会 就从蒙哥华又去多伦多了 最开始住Yang Finch家庭旅馆 然后呢 搬家搬的就多了 然后住过Shaper和Victoria Park 3000号 那你看附近 然后住过Markham那边的 然后就一直住在多伦多的 对 那你觉得这两个城市有区别吗 有很大的区别 有什么 有本质上的区别 有什么区别 多伦多还是一个工作的城市 那么挺好咱们中国人不都是比较 对务实的城市 这么说吧 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想的工作 传统家庭教育啊对吧 对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之类的 但是也并不代表我在温哥华就不能有收入生存下去 对不对 我只是讲对大多数人而言 温哥华不也得是工作的城市 温哥华始终感觉服务业是第一行业 然后城市休闲风很重 旅游感觉还是比较热的一个地方 然后另外社会阶层的分布 我觉得温哥华还是两级的比较多 对吧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 温哥华有个特点是 它和中国的飞机航是飞行时间非常近 是回国放电 大概多长时间 我觉得它飞点吧 飞北京可能也要12个小时 12个小时 多伦多可能 多伦多算算多一点 但也没多多少 基本上都是飞温哥华吗 从中国 什么意思 有直飞多伦多啊 对啊 还有飞卡尔加里呢 都有 哦 对 然后飞从中国飞多伦多会远一点 时间长一点 对应该在14个小时 那也长了多少 没有长很多 对它从北边北极这边转过去 我确实有认真考虑 看要不要把我 那你对下雨OK吗 不是听说我是不喜欢下雨 一下下半年 我听说是这样说 但是这一次来问到本地人又都说冬天没有下那么多雨 可能气候是真的在变化 气候在变化 那它下雨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是像深圳那种 也是绵绵细雨 不是倾盆大雨 不是热带地区的 深圳还是有热带地区的那种雷雨 对吧 对 中午下午 啪来一场啪停了 雨过天晴 不是的 温哥华是连绵细雨 到了雨季就是 你会感觉潮湿吗 也不会感觉潮湿 可能跟这里 就温哥华整体都不 都不都不潮湿 即使下雨也不潮湿 潮湿不是这里的问题 但本地人就觉得 反正即使是下雨也不用打伞 我们来温哥华 你就会看到打伞的人很少 雨季大家出门 老外好像在这边 就是没有打伞的习惯 你发现没有 就很少有人说打个伞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可能是晴天打个伞防晒 雨天打个伞防雨 低碳环保 今天咱们走了多少个桥 为什么这么多桥 都是湖 水多桥就多的 海湾 海湾 其实这些都是海湾 海进来的 去哪能看海 Stanley Park就能看海 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去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 转发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